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进到五之一 五之一稍微复杂一点点 所以就录影一下 让各位可以复习 五之一是要讲的是圆周运动 也就是绕圆的运动 前面的章节都是直线运动 这一章节有一点转弯绕圆的运动 绕圆的话方向就有所改变 方向是不断的在改变的 那这样的话它是等速度运动吗 它就不是等速度运动 因为等速度的话 它的方向也不能变 速度包含了大小以及方向 等速度大小不变方向也不能变 快慢不变方向也不能变 所以今天它并不是等速度 那它的等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是要先从最简单的绕圆来学习 什么叫最简单的绕圆 就是只有方向在改变 但是快慢不变 快慢不变就叫做等速率 只有变方向 那就是等速率 所以标题里的等速圆周运动 其实是等速率的圆周运动 那它是变速度的 不是等速度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角度 角度各位应该都蛮熟悉的 一圈就是360度对不对 可是其实有另外一种秒字法 叫做2π弧度 为什么会是2π呢 因为弧度它其实是弧长和半径的比值 弧长和半径的比值叫弧度 那为什么要这样比啊 为什么要这样比 弧长比上半径的比值 为什么要这样比 其实一切的一切呢 要从圆周率开始讲 圆周率是什么率 圆周率就是圆周和直径的比率 圆周和直径的比率 然后我们以前的人 经过很多的测量 发现说任何一个圆的圆周 比上它的直径呢 都是3.14 159 26 45 等等的 我们把它称为π 那圆周率 这个率就是一个比率啊 那这个 它其实就是圆周比上直径啊 那你也可以把它写成 圆周比上半径 半径乘于2 圆周比上半径乘于2 因为直径就是半径乘于2 好 所以其实 你就可以发现说 其实2π 就会是圆周 比上半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虎场一圈是2π 因为一圈的虎场就是圆周 然后圆周 然后圆周比上半径就是2π 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表示 因为这样的话你不用去记它是360 它其实就是一个比值 它长度的比 这样是蛮方便的 一圈就是2π 这样子 就是也是说一种使用习惯啊 而且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强调 要强调的是它是无音次的 因为弧长是长度 音次是L 然后半径它的音次也是L 所以两个分子分母音次相同 所以最后弧度它是无音次的 介绍完了弧度以后啊 我们要把弧度用在表示这个角度的情况 弧度它是一个单位 它用来描述这个角度 就像360度 就是描述角度 只是 我们今天在物理里面喜欢用弧度 因为这样你不用再去乘以360什么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我们先分段好了 先把录影分段